今天非常高興能跟孟卡達外長 還有來自尼加拉瓜的幾位部長好朋友 能夠再一次見面 也請三位部長向奧德加總統及穆利歐副總統 轉達我由衷的感謝 臺灣跟尼加拉瓜的距離雖然很遙遠 但是在各領域都有很深的連結 在經貿交流方面 兩國在2006年我們簽訂了台尼自由貿易協定 當時尼加拉瓜對臺灣的出口金額是860萬美元 10 年後的今天 增長了將近10 倍 臺灣已經成為尼加拉瓜在亞洲的第一大市場 在今年1 月我們結束中美洲的訪問之後 外交部也在籌組中美洲投資採購考察團 就在上個禮拜到尼加拉瓜考察投資環境 我們希望兩國能夠一起合作 鼓勵輔導台商 前往尼加拉瓜投資 在互惠互助的原則之下共創雙贏 另外 在文化交流方面 2003 年到2016 年期間 已經有352位尼加拉瓜的年輕人 獲得獎學金來臺灣進修 目前也正有123位正在臺灣就讀 透過青年學子的交流 不但增進了臺尼兩國的情義 也協助離國培養高階專業人才 強化國家的競爭力 未來我們將持續推動各項 互惠雙贏的交流計畫 這次是門卡達外長閣下 今年1月農任外長之後 第一次訪問臺灣 希望對臺灣有更進步的認識和了解 我也相信在門卡達外長閣下 任內兩國的各項合作關係 一定能夠更加友好和密切 這幾年來 尼加拉瓜為了臺灣的國際參與 在許多國際場域發聲 我也要藉這個機會 向尼國政府和人民表達最擅自的感謝 再一次歡迎各位會賓來訪 祝福中華民國和尼加拉瓜共和國的邦誼長存 並祝各位訪問行程順利 謝謝